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看到她的时候 气色很好 结果气色很好是因为之前她已经年纪大 又是单亲 她的赖讲师就说 姐姐你已经年纪大了 来广州发心 她说好 白天坐志工都没事 晚上咳一个晚上 没办法睡觉 回来检查 肺癌末期 末期之后 她的女儿 这个六姐的女儿 有一个是比较阴阳眼 敏感体质 她看到六姐的旁边有一个将军 然后她才知道说 哦 原来那个贝癌是将军的关系 还有一个副将 19岁 将军是39岁 就是因为她的姻缘 但是没有讲得很清楚 结果赖讲师就请她怎么样 亲口 这个亲口 然后开荒 然后做财食法是无畏师 结果那个就这样 她很化疗 结果本来是六公分 变成缩小到两公分 然后身体开始好转 所以前两个月后学看到她的时候 气色非常好 精神非常好 她就决定好了 对不对 结果这个月初后学又去广州 我没有看到她 她说她回来检查的时候呢 她的头部有100多颗的肿瘤 100多颗 自己已经塞满了 对不对 她说最大是像乒乓球那么大 有好几颗 其他的都是小小颗 满满的头都是 医生也觉得说 她从来没有看过100多颗的肿瘤在头上 结果呢 她这个女儿比较特别 就是有阴痒 那她肺癌的时候呢 赖讲师就跟那将军和解说 可不可以请我六姐去广州呢 行功了愿 功德回向给你 那个将军说 他自己身体都不行 没办法做功德 怎么回向给我 结果赖讲师说 要不然将军 你是一个将军 那请你到广州来当副法 打帮助到 因为没有先佛的同意 他没办法去 结果他就赖讲师扣求老师慈悲 老师说同意 结果这个将军跟副将就直接到广州打帮助到 结果这个很特别 这是西夏 结果那个将军呢 听道理 副法听道理 听到开悟 他说 哎呀 这个一百多颗的是怎么来的 他说将军 他说不是他 他就讲这个姻缘 他说呢 一千多年前 在西夏那个时代 这个六姐是一个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么这个将军是辽国的一个将军 这个宰相为了要领赏 所以设陷阱 让这个将军怎么样 就杀头 拿着他的头去淋上 他的副将十九岁 看将军没有回来 也去抢去看看怎么一回事 也被杀头 这个杀头就好了 对不对 没有 他就到他们家 那个宰相就到他们家 一百多口 小小大大全部杀掉 一百多口 有老的 有少的 有怀孕的 包括呢 将军的太太二十二岁 长得非常漂亮 这个宰相起了怎么样 悲愤之下 想要起不了 可是那个将军太太 死命抵抗呢 最后被活活打死 将军就领着他们一百多口 等在那里要报仇 等了一千多年 然后他说 那个黑令 黑旗令 黑旗令 黑旗令旗很难等得到 结果他们等到了 对不对 要报仇了 可是刚好这个姻缘将军是广州听客 听到开悟 开悟以后 他说 糟糕 我耽误我这些家人 耽误了一千多年 他很想让他们去投胎 所以 这个时候他说 一百多个灵 一百多条灵就在他的头上 已经要讨报了 对不对 结果将军觉得说 他开悟以后 他糟糕 不可以 他说 渊渊相报 何时长 他希望大家都全部去投胎 结果呢 这个时候那个 他就又来对谈了 他的女儿 他就借他的女儿 这个六姐的女儿出来讲话 然后他说 将军请坐 那讲是说 将军请坐 将军说 我不敢坐 他说 为什么 他说 赖讲师的职务比他还高 天子就是盘主跟讲师嘛 他是一个将军 他说 你的天子比我高 所以我不敢坐 他说 将军不是那种很猛的 不是温文儒雅 讲话温文儒雅 然后他太太也 他的将军夫人也来 他说 他当年被打死的时候 灵体是受伤的 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而且非常非常的虚弱 然后他女儿看到将军夫人 披头散发 穿的一件只是内衬白衣的一个人 所以最后呢 他说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他说 你 夫人 夫人你也到广州去怎么样 去打帮助到 结果他说 我的灵体受伤 我也去 我没办法去 结果我没有同意 那我是千金小姐绑脚 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结果他就 扣求老师慈悲 结果老师呢 说可以 老师带他去广州做什么 知道吗 当接待 当接待耶 当接待耶 当接待主 所以我们人 有接待主 你看 无形的 因为九旋七主会来听 冤亲在主会来听课 对不对 那些人写招待 有 还是有无形的灵在接待 所以 你看这个过程里面 或许想说 你看 我们搬来听课的时候 你的冤亲在主也来 九旋七主也来 你看 听开悟以后 也许就不讨了 我们可以把他宣打出去 第二个 天职 你看 多棒 心灵办事 办事人员 讲员 再来 父谈主 谈主 心口以上 再来就是讲师 他说 那个天职 他比他们高 他都不敢做 然后最后 那个在讲是说 既然将军已经明理了 对不对 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 将军说 你只要为我做一件事 他说 你去捡一个石头 一块石头 放在六姐头的旁边 然后 你跟他讲说 既功佛佛有同意 将军有令 请你们全部出来 到这个石头上 他们已经要讨报了嘛 因为黑旗令已经要到 黑令旗 所以他们已经在头户已经要讨报了 他六姐可能没有办法 已经没危险了 结果他说 到这一颗石头上来 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既功佛佛老师同意 为什么同意 因为赖讲师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而且在那里办一片 非常的发心 他说 你就把这块石头呢 带回家里 放在餐桌上 然后 煮就比较豐盛 因为百多人要吃 他说呢 给他们吃 他说这一百个人要去投胎 不管是倒化家庭 都没有关系 让他们去投胎 一定要那么 不要 不要再钓在那里 他说 我已经耽误他们一千多年了 结果他说 在某天某时 十二点整 不管赖讲师你在哪里 你要讲一句话 就是既功佛佛老师有同意 将军有令 请你们去投胎 就这样 结果 这个霍雪从广州回来 回来之后没有多久 就是母亲节 对不对 这件事情才发生而已哦 才发生而已哦 母亲节当天 霍雪就看到那六节坐在霍雪的前面那一桌 哇 已经在吃饭了 霍雪看他气色很好 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所以你看那个 英国讨报的时候 你看多可怕 没有功德是不行的 而且你看这个功德一定要够 那将军 他肺癌的时候 将军不是当父法吗 当父法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是 赖讲师那里的道物 他请的 因为他那边没有点完师 他请的社会界一位点完师去办三天 三天第一天坐车去 晚上可以办 第二天办 第三天要坐车回来 对不对 短短三天 可是三天还要坐车 办了将近一百位 他说那个人都不晓得怎么来的 所以你看 在那边当父法 然后他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故事宣扬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当你在宣扬的时候 那个将军跟那个将军夫人 他可以得到一点什么 功德 对 所以或许在宣导的时候 就想说 将军 将军夫人 你们一定要也要把帮助到 对 你们护醒他 他说他没有祭公佛佛老师的同意 他是没有办法来去的 所以你就宣扬他的一个事迹 将他宣扬出去 所以第一个就是天职 非常重要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上课 听班的时候 你看 九贤七祖全部来 然后所有的冤亲再祖也来听课 当他明礼之后 他就不讨了 第三个 你看 他放下了 他明礼以后 他放下 然后呢 一千多人等在那里呢 他觉得不是办法请他们去投胎 他们愿意放下 然后因为有功德 必须要功德 老师来协调 一千多年的悬案 就怎么样解决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幸运 能够拜在一代年世纪共和老师的门下 我们就趁着这个班务的这一波 大家集起 全世界